大家祝你平安 再次欢迎在网路上 跟我们一同敬拜赞美主的弟兄姐妹 愿神也一样与你同在 再次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主的话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需要做许多的选择 比如说今天早上你选择 要不要来参加主日崇拜 到底要来第一堂呢 还是要来第二堂 姐妹们就要做选择 说到底今天我要穿什么衣服来 青年人呢 他们要做出选择 选择他们人生的终身伴侣 正确的选择会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 错误的选择会带给我们的是劳苦愁烦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 告诉我们如何做正确的选择 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 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在你们面前逃跑了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在你们面前逃跑了 有一天老张带他太太去逛街去雪拼 然后就吩咐她说 你不能再买衣服了 家里的衣服太多了 然后太太就逛街的时候 看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就试试把它穿上 觉得特别漂亮 就偷偷地把它买下来了 不久以后被老张发现了 老张就说 我不是告诉你不能再买衣服了吗 太太就说 是啊 我知道啊 但这件衣服穿起来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买了 然后再加上 撒旦在旁边诱惑我 我抵挡不了 老张就说 难道你没有照圣经所说的 吩咐他说 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吗 有啊 但是撒旦说 这件衣服后面看起来更漂亮 告诉我还没有人说 要顺服神 抵挡魔鬼 所以太太们不要用这句话来讲 要顺服神 抵挡魔鬼 这是每位神的儿女 基督徒每天要做的选择 顺服神 抵挡魔鬼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 两个女人 她们所做的选择 不同的选择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结果呢 我们一起来看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到42节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圣经的故事 这里说 他们走路的时候 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 接她到自己家里 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坐 听她的道 然后40节 玛大伺候的士多 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之后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情 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我们先来做几个 中文的观察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非常重要 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 他们走路的时候 乃至在上文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和他的门徒 在路加福音第9章51节 告诉我们说 他们正朝向 耶路撒冷的旅途上走去 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就在地上 最后一段时期的日子 就在耶路撒冷 在那里 他会被卖 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说他可以 说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 来到了一个 马大 玛利亚的家 然后从预案福音第11章 告诉我们说 这个马大和玛利亚 就是他弟弟叫拉撒路 他们住在伯大尼 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城 只有三公里 从我们教会到 Rivermark的西斐 只有三公里 所以他们到那个地方以后 马大就请他到他们的家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 马大和玛利亚 各自做了一个选择 玛利亚做什么呢 玛利亚就选择 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听他的道 玛利亚呢 玛大呢 他因为伺候的事情 满乱 他就选择要伺候耶稣 你可以想一下 玛大心里想说 哇 这么难得有这样一个 特别的贵宾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家 因此他来 好好的来伺候他 我们可以想象 玛大可能是那种 事工倒下的人 他想说 如果我要享乐的话 必须先把 必须要做的工作做好 才能够好好的享乐 玛利亚呢 还没做好工作 就坐在耶稣基督面前 享受这段美好的时间 因此当玛大 想到这里的时候呢 心里就怎么样 不平衡了 他就觉得 玛利亚你太自私了 太不公平了 很可笑的是 他竟然将这样的怒气 迁怒在耶稣基督身上 奇怪不奇怪 明明是他请了 耶稣到他家里的做客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贵宾 他就因为玛利亚 不来帮助他 他因此将他的怒气 迁怒在耶稣基督身上 怪罪耶稣说 你为什么好像还在允许 甚至鼓励玛利亚 在你面前继续坐坐 听你讲道 而不来帮助我 留下我一个人做这个苦工 请你叫他来帮助我 其实他没有说请你 吩咐他来帮助我 其实我们看看 耶稣基督 他其实没有答应 玛大的要求 他乃是非常温柔 但很坚定地 纠正玛大的错误 到底今天早上 我们一起来思想 耶稣基督要玛大 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 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功课 就是不要把吃药的事情 取代最重要的事 告诉我 不要烂吃药的事 取代最重要的事 不要烂吃药的事 取代最重要的事 什么是重要的事呢 对有些人来说 身体健康很重要 婚姻家庭 人际关系很重要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可能他们的职业的成功 很重要 他们的经济的稳定 很重要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可能是每天花时间 在神的面前 读经祷告很重要 但我们看到玛大呢 却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情 放在最优先的次序 其实玛大玛利亚 所做的选择 是来自关乎 优先胜序的问题 priority 什么事情最重要 什么事情次要 所以玛大却选择 选择蛮于是否 蛮于服事 而因此心里蛮乱 另外英文翻译本 告诉我们说 它是什么呢 它是心中里面 开始分心了 因此 它就开始生气 就迁怒怪罪 于耶稣基督 那到底什么是 重要的事情呢 我非常喜欢一个作者 他说用这个问题 来形容什么是 重要的事情 他说什么是 你可以做的一件事 当你做了以后 所有的事情 都会变得容易 或者是不再需要了 什么是 你可以做的一件事 当你做了以后 所有的事情 都会变得容易 或不再需要了 换句话说 这个重要的事情 你做了以后呢 其他事情 会变得很容易 或者不再需要了 是玛利亚就选择 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先坐下来 听耶稣基督的讲道 我们待会看看 为什么其他的事情 变得容易 而且也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 马大他做出的 那个选择 我们其实每天 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 但是每天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正确的选择 每天要做正确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 就是所有忙碌的事 过忙碌的事情之下 你要选择 什么是最优先的 你要按照最优先的顺序 来做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错误的优先顺序 带来什么结果呢 有三方面负面的结果 首先我们看看 错误的优先顺序 带来的结果是 徒劳无功 什么叫徒劳无功 你看马大在那里 非常忙碌地来 要来服侍耶稣 其实到头来 耶稣说 其实这不是我最需要的 他们的交头浪饿 但结果耶稣说 其实你为许多的事情 是因为忙碌烦热 心里忙碌 但是耶稣说 这不是我最需要的 徒劳无功 做百工啊 忙来忙去 结果没有一个 很正面的结果 然后第二个负面的结果 是什么呢 耗尽经历 什么叫耗尽经历呢 你想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没有优先顺序的缘故 你什么都做 结果你把他的经历都耗尽了 但你经历耗尽的时候 就像马大一样 忙来忙去 忙得非常的累 他要把他的十八八五一都绊住了 要来好好的伺候耶稣基督 当你累的时候呢 你就怎么样 容易生气 发脾气 开始埋怨 甚至于怪罪于他人 这是马大所犯的错 是他自己做的选择 他真的忙的精力都已经被耗尽了 因此他看不顺眼 马利亚经常坐在耶稣的脚前 啥都不做只听他讲道 耗尽经历了嘛 第三 非常重要的是措施两机 他措施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常常到人的家做客 既然他邀请了耶稣到他的家做客 他其实不知道 耶稣基督这时候是朝向耶路撒冷的路途 应该可能会知道 因为那是耶路撒冷被经过的地方 所以他却没有抓住机会 来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到 其实当时耶稣基督最想要的 其实不是马汉全席 可能就是出茶淡饭 因为他最想要的 可能就是要把他心中里面的心事 心声向来来请述 所以我相信玛利亚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 EQ非常高的人 看见耶稣基督在要去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 脸色非常的沉重 可能心里面也想了很多的事情 因为他要加上十字架 要领受这个苦悲 他脸上的表情 玛利亚知道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心事需要来请述 因此玛利亚就选择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听他的道 玛大就因此错失了这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我相信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还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到他们的家 坐在他们的家 能够享受于他们在一起的分享与交通 所以当我们有错误的优先顺序的时候 你会错失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很多时候我们是否也犯 像玛利亚这样的一个错误呢 像玛大这样的一个错误呢 很多事情我们要做 但是我们忘记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结果你看耶稣基督如何很温柔 很坚定地来纠正玛大 再看一下第十章第41节42节 耶稣回答说玛大玛大 两次讲玛大玛大 来引起他的注意力 你为许多的事 非常多的事情 思虑烦恼 但是布格勺的只有几件 布格勺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其实耶稣没有低估 耶稣也没有轻看玛大的福事 他乃是告诉玛大 其实你为许多的事情私利烦恼 如果你把你的优先顺序摆正的话 其实我最需要的 就是你先坐下来 听听我的心声 明白我的需要 你再来服侍我的话 那将会是更加更加的美好 因此玛大他把次要的事情 取代了最重要的事情 错失了这么好的机会 坐在耶稣脚前 听耶稣的道 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课 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专心去做最重要的事情 那旁边是要专心去做最重要的事 要专心去做最重要的事情 但你知道你生命当中 你生活当中 你最优先的 这个顺序的最优先 那你就应该专心去做 对有些人来说 可能很久你没陪你的家人了 那你最优先的事情 是好好陪你的家人 陪你的他的关节 或者对于母性人来说 可能你要花时间 在神面前好好地来读经祷告 或者跟你的配偶一起读经祷告 如果我有连续三天 没有跟师母一起读经祷告的话 肯定会听到师母说 真心才 真心才 你为许多的事工 又思虑烦恼 但不可少有的 只有一件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呢 最重要的事就是做最重要的事 听到有点闹口面讲一遍来 做最重要的事 就是最重要的事 这是从一句英文话 直接翻译过来的 他说 Doing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有些顺序吗 做最重要的事 就是最重要的事 看看你自己每天的行事例里面 充满了你要做的事情 To do list 到底这些优先顺序里面 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当你摆好你的生命的优先顺序 每天的优先顺序的时候 你会看到会带给你正面的 很多很好的结果 所以正确的优先顺序 就是大家的结果是什么呢 也三方面 正确的优先 顺序的结果 首先第一 就是你会做对的事情 告诉我 你会做对的事情 你会做对的事情 当你知道 你要做的事情 是对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专心去做 而且你会因此 容易达到你的目标 很容易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所以一位作者 我非常喜欢他讲那句话 英文讲 Gary Keller 他写一本书 他叫One Thing 他说 Success is about doing the right thing not about doing everything right 他说成功乃是做对的事情 并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 明白吗 成功乃是做对的事情 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 是一个经理 做对的事情是一个领袖 有影响力的人 这一个成功的人 有成就的人 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是做对的事情 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对 就像玛利亚一样 他做对的一件事 然后第二 正确的优先顺序 带来什么的结果呢 有专注力 要是不把旁边说 你有专注力 你有专注力 你就会专心去做 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我也喜欢另外一个作者 他讲的这句话 也是关于成功 跟关于有影响力 他说 Success is simple Do what is right The right way At the right time 他的成功是很简单 你要做对的事情 用对的方法 在对的时候 三个缺一不可 如果把它颠倒也不可 如果你要做对的事情 用对的方法 在错的时间 也不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就算你在对的时间里面 你做错的事情 也不能够达到 你要达到的结果 必须要做对的事情 用对的方法 然后在对的时间 待会我们看看 玛利亚为什么成为 很有影响力的人 但你能够专注在 那最重要的事情 优先顺序里面 最首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有产生影响力 你会有所成就 所以第三就是有影响 你干嘛 你有影响力 你会有影响力 就像玛利亚一样 待会会跟你分享分析 为什么玛利亚成为 圣经里面最有影响力的 一个女子 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 她的名字 为什么 待会跟你分享 我们看看 基督圣经里面 有另外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他就是我们所熟悉 我们所喜爱的大卫王 大卫王可以说 以色列里面最伟大的君王 他写了许多的诗篇 我非常喜欢他的诗篇 特别喜欢他写的诗篇 二十七篇 特别第四节 第四节也是我们可能很熟悉的经文 他说什么呢 有一件事 我成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说什么呢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他的容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大卫王说 有一件事 我成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你说大卫王 拜托你有很多事情可以求 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他没有求求神给他国泰民安 他没有求身体的健康 他没有求长命百岁 他说有一件事 我成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做什么呢 不是一个礼拜一个月 乃是什么 一生一世 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做什么呢 张扬他的容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哇 那你说 大卫王 不是犯了很多的错吗 很多的罪吗 他怎么能够成为 和神信义的人呢 他成为和神信义的人 不是我们说了算 那是耶和华神本身 自己说了算 所以当保罗在 跟一些大人讲道的时候 他就引用了以色列的历史 就引用了耶和华所讲的一句话 我们来看看 《词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 保罗说 既然废了扫罗 就耶和华既然废了扫罗 因为扫罗他背叛神 没有圣福神 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那耶和华所说的话了 我寻得耶和华的儿子大卫 他是什么 和我信义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佑华神为大卫做见证说 耶和华的儿子大卫 他是和我信义的人 the man after my own heart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给你很大很大的鼓励 很大的盼望对不对 一个合成信义的人 不一定是一个完全的人 没有犯错的人 看看大卫的一生 他犯了奸淫罪 犯了街道杀人罪 他怎么能够成为 合成信义的人呢 重点是他悔改了 悔转来到神的面前 忏悔了 还写了诗篇五十一篇 然后他说 我一生现在所追求的 只有一件事 不是两件事 三件事 只有一件事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有话的店中 张扬他的容美 在他的店里求问 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或许说 我不配做合成信义的人 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我甚至犯了罪 我们大家都犯了罪 但是只要你肯悔改 来到神面前 学习像大卫一样说 我只有一件事 一生一世 就是住在有话的店中 张扬他的容美 在他的店里求问 你也可以成为 合成信义的人 阿们 各位排名说 你也可以成为 合成信义的人 所以你要专心 去做 最重要的事 就要像玛利亚一样 专心坐在 耶稣基督的脚前 听他的道 然后最后第三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功课 是什么呢 他说 做好不可少的一件事 必能影响世代 一起讲一遍来 做好不可少的一件事 必能影响世代 当我们专心去做那不可少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带来影响 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却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多少人小时候玩过这个Domino的 一个小小的Domino 这个骨牌 你一按的话 排列起来 一按 所有的其他的骨牌 就顺序地倒下来 甚至你可以把最小的骨牌 放在前面 后面跌着比较高 比较大的骨牌 同样一个小小的骨牌 Domino 就可以把其他的骨牌 给推倒下去 其实在2009年11月13号 在荷兰 一个骨牌公司 他们就做了一个 世界纪录的骨牌效应 这个展示 他们一共排了多少个骨牌呢 449万多的骨牌 你可以想象排多久 排多远 排多高 排了整个广场里面 449万多的骨牌 一按一个第一个骨牌 每一个骨牌就接着 不不不不 一下子整个骨牌 都倒了下来 我给你看到另外一个影片 不是这个449万 那个太久了 我们看一个比较短的影片 看一个小小的骨牌 如何能够推倒一个比他大的好几倍的骨牌 我们看看这个影片 看看最后一个 这个大的骨牌有多高吗 看看前面的骨牌有多小 好 现在从前面看 看看第一个骨牌有多大 看到吗 大概一尺高 但却能够推倒比他高比他大 好几倍几十倍的骨牌 这个骨牌效应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要轻看很小的事情 但这个小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不过少的一件事 但你做的时候 这个很小的事情 就好像带着无比的能量在里面 但你一开始启动的时候 他就能够推啊 推啊 推啊 结果能够把最重最大的 这个骨牌都推倒下来 它的影响力 它里面隐藏的能量 就远远超过你可以想象的 就好像玛利亚 坐在耶稣基督脚前 是个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坐在耶稣脚前 啥都没做 不必煮饭 不必来炒菜 坐在耶稣的脚前 那一小小的动作 小小的骨牌 却给他带来极大无比的影响 而且影响世代 我们看到在许多成功 有影响力 有成就的人 背后 其实不是一天一夜 所成就的 乃是怎么样 透过今年累月 就是做最重要的事情 哪怕是最小的事情 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十年寒川无人问 接下来呢 一举成名天下之 十年寒川没有人问你 到底名什么叫什么 我一中了转远以后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那十年寒做什么呢 十年寒做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 可能看不见的 很小的一个骨牌而已 但是他却能够带来 极大的影响 同样的 我们看到 当有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能够活出 耶稣基督的容美 一看到他 就觉得很想亲近他 他身上就散发出 耶稣基督的香气 那肯定 他像玛利亚一样 花很长的时间 很多的时间 常常在主的面前 坐下来 听主的道 那你说我们怎样 才能够有一个 正确的优先顺序呢 有三方面的建议 首先 第一 你要会学 你要学会说不 告诉他们 要学会说不 我们做父母亲 都会教我们的孩子 我的外甥现在已经 七个月了 最常听到 他父母亲 跟我们讲的话 说no 为什么呢 现在拿到什么东西 不管是桌布也好 拖鞋也好 就马上往嘴里面塞 一定马上说什么no 我们大人会教小孩 说不 长大以后 我们自己却不懂得 如何说不 当你学会 说不的时候 你都懂得如何 掌握你的优先顺序 因为当你说yes 说是 说好的时候 对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 无形当中 对其他的事情 都已经说不了 你对某些事情 说是 好的时候 你就把其他的事情 说不 当你能够学会 说不的时候 先不看手机 先不打这个电话 先不吃这个甜点 先学会不的时候 是一个尾声的 一个操练 这会释放你 这会给你自由 去做 你认为 最重要的一件事 哪怕是一个 小小的骨牌 就会去做一个 能够达成 你目标的一件事 因为你懂得 学习说不 然后第二 要善用你的经历 干嘛 要善用你的经历 这是对我们 矽谷非常忙碌的人来说 很多时候我们 牺牲我们的健康 因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把自己瞒得不可开交 到后来 大病一场 我们因为做许多的事情 而牺牲了我们的健康 你要懂得如何 来使用你的经历 将而你最好的经历 花在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可少的一件事 最小的一件事可能 但你懂得如何 使用你的经历的时候 你发现到 最终你带出来的影响 是巨大无比的 因为你把你所有的经历 专注在 你认为那最重要的 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情 然后最后第三 掌控你的环境 告诉我 要掌控你的环境 什么叫掌控你的环境呢 但你做这个最重要的事情 在做这个优先顺序的时候 你要确定 你旁边的人 支持你做这个决定 或者是你的环境 也帮助你能够完成 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你优先顺序 但是事实 有时候跟我们做对 有时候我们想做 最优先的事情 最小的事情的时候 反而有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分心 支持的人也在我们旁边 反对我们的人 也在我们旁边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懂得 如何掌控你的环境 还是要怎么 勇敢地去做 你知道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环境 就是我们最好的例子 不久前 他不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听耶稣的道吗 然后不久以后 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可以说 惊动整个耶路撒冷 惊动整个世界的一件事情 到底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看看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环境就拿着一斤极贵的针 拿到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物里就满了高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 就是那将要卖 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说这香膏 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 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发生在 耶稣基督到马大马里 做客以后的不久 这里说环境 就是同样马大的妹妹玛丽 拿着一瓶极贵的针拿着香膏 这件事情不单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也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都有记载 里面告诉我们 他打破这个玉瓶 把这个玉瓶的香膏 倒在耶稣的头上 然后流到耶稣的脚 然后用头发去擦 你是可以想象 玛丽亚这时候 做的是一个反传统的事情 在第四级的时代 在一个犹太女子抛头露面 在众人面前如此做 真的是不成了体统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用她的头发 去擦去亲耶稣的脚 这完全是一个 奴婆所做的工作 但是你现在想看 玛丽亚为什么 如此大胆 做这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如此大胆 做这样的事情呢 很贵的 这拿着香膏啊 这里出卖耶稣的加力人 犹大已经透露了 大概值多少钱 三十两银子 等于当时的工人 一年的工资啊 你要在一年到大工 打一年以后 才能够买得到这一瓶香水 而且一般在女子 都是用她做她们的嫁专 在婚姻这个洞房职业的时候 能够使用的这一瓶香膏 她竟然全数地 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门徒们不明白啊 所以犹大就 当众地羞辱她说 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 变卖成三十两银子 周地穷人呢 其他门徒在另外的福音书 告诉我们 他们也同样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 当众人都如此 好像抵挡她 好像反对她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站得出来 为她来辩父 而且来称赞她 来赞赞她所做的 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门徒们万万想不到 耶稣竟然在这样一个场合 称赞这个女子 反传统 反体统 所做的一件事 因为玛利亚做了一件 影响世代的事 影响世代的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我看耶稣在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告诉我们 马可福音十四章 第六到第九节 耶稣说由他吧 你从耶稣讲的 就由他吧 你可以听得出来 耶稣的口气里面 带着什么 有一点生气 有一点责备 这些门徒 由他吧 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 做的是一件美事 你们以为是一件丑事 是一件不曾提懂的事情 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们 他做的是一件美事 beautiful thing 讲出原因为什么 因为常有穷人 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上 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我想这句话 对耶稣来说 是有点伤感 门徒们已经跟随了 耶稣基督三年 快三年半的时间 知道耶稣基督 真的是非常有 怜悯爱心的人 难道耶稣就不懂得 这三十两银子 可以走进很多的穷人吗 但他说 因为你们常有穷人 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上 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为什么呢 因为再过一个礼拜 耶稣就会被 这个加略的犹大 就是来羞辱 玛利亚的犹大出卖 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想要再高 耶稣基督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是耶稣基督在被抓拿之前 最后一次机会 玛利亚 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耶稣 你们不常有我 然后第八节 你越听越来越伤感 他说他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 交在我身上 他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的 将他一生的储蓄 他最宝贵的 储蓄的香膏 三十两银子 一年的工资 都交在我的身上 是为什么呢 是为我的安葬 我要死了 你们知道吗 你想看 难道门徒不知道吗 耶稣在这个之前 曾经三次告诉门徒说 按照圣经的预言 他会被出卖被钉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门徒听是听了 但是没有用心听 听不进去 听不明白 只有这位玛利亚 曾经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他的道 他听进去了 他用心听了 他知道耶稣 就在第三天的日子不多了 他抓住那 唯有一次的机会 把最宝贵的 他一生的储蓄 交在耶稣 在耶稣基督身上 难怪耶稣基督 讲出第九节这句话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当耶稣基督 每次讲实在 或者是实在 告诉你们的时候 你们要放下一切的东西 竖起你的耳朵 专心地听 耶稣讲这句话 他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Truly I say to you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着福音 也要述说 这女人所做的 以为纪念 但你听到以后 你是不是想说 主啊 我也要像玛利亚 我也要做玛利亚 我不要做马大了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在普天之下 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2024年9月8号 祭古圣美丽兰堂 这牧师在这里 讲她的故事 明天我要去蒙古 我讲同样的故事的话 在蒙古也要来宣讲 玛利亚所做的 以为纪念 为什么呢 因为玛利亚 摸着了耶稣基督的心 她没有做很多的事情 只不过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坐坐 听她讲道 什么叫坐坐 拿着凳子坐下来 告诉耶稣基督说 我不是站坐的 我不走了 我就是坐在这里 我的时间都是你的了 而且说 听她的道 不是说把我的清单 主啊 你要为我做 我未来的众生伴侣 在哪里 我也预备 没有 坐在她的脚前 全神贯注的 做那最重要的事 不可少的一件事 听耶稣的道 所以她听进去了 所以她知道 今天是唯一的机会 我能够将 我一生所有的继续 全数都可以倾倒在 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只有她 是配得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玛利亚所做的一件事情 影响世代 耶稣基督从来 在这个之前 没有称赞任何人 如此的称赞过 在以后也不会有 任何人被耶稣 如此的称赞 为什么耶稣 已经复活升天 不在地上了 普天之下 无认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角落 在溪谷 在蒙古 不论在哪里 也要诉说 不单只是提尔 要诉说 要讲说 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 以为纪念 没错 我看到这里说 主啊 我真想做玛利亚 我不想做玛大 你想不想做玛利亚 还是你想做玛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后要问你的事 什么是你的一件事 什么是你的一件事 陪你的家人吗 拼命在做好 你要做的工作 追求你 职业上的成功吗 这些都重要 但你懂得学习 像玛利亚一样 在你做这一切事情 婚姻家庭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你的职业 你的工作 你的服务也好 先来到主的面前 专心地 用心地 听他的道 然后按照他的心意 去做 他要你做的事情 你的生命 你所做的事情 肯定是带出极大的影响 甚至影响时代 所以到底 什么是你今天 可以做的一件事 什么是你这个星期 可以做的一件事 当你做了以后 所有的事 都会变得容易 或者是不再需要了 想一想 问问你自己 什么是你今天 可以做的一件事 当你做了以后 所有的事 都会变得容易 或者不再需要了 耶稣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有的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取的 什么是你的一件事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八佛们 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 悔改在你面前 我们许多时候就像 马大一样 主啊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事工 很多的人际关系 我们要维持 我们要做 我们忙啊 忙啊 忙到焦头 让耳 甚至生气 甚至怪罪 甚至责备 甚至埋怨 主啊 你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 伴出我们 学习像 玛利亚一样 就是坐在你的脚前 听你的道 摸着你的心 主啊 我悔改在你面前 我们悔改在你面前 伴出我 伴出我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再 不再为许多的事情 势力烦恼 让我们要懂得 如何选择 那不可少的一件事 帮助我们 每天做出正确的选择 做那不可少的一件事 摸着你的心意 按照你的心意 能够做和你心意的事 谢谢我们的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 唱这首呼应诗歌的时候 让我们用心来唱 我非常喜欢 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 自愿得着你 帮助我们 再一次把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思想 放在这位 神的爱之 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一起起立 来唱这首诗歌 祢的恩典 领我到是神的 福福在祢融光里 我已无可夸 只夸认识你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唯一 你的恩典 我站在只顺地 尽拜祢 在祢的荣光里 我已无所有 唯有生命献给你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唯一 只为发贵你主 谁能与你相比 我将往事 跑进 为何找你 只为神 借地主 淡淡 相复于你 主求来与我 倾听你心意 得到基督 要我 得到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令我 保护至神地 福福在祢的荣光里 我已无可夸 只夸认识你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唯一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我站在只身地 祭拜祢 在祢的荣光里 我已无所有 唯有生命献给你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唯一 只为宝贵你主 谁能与你相比 我将往事 保护至 为何找你 为何找你 只为神 借地主 等我相复于你 主求爱 我 借听你心意 得到基督 有 我的 找你 现在在干嘛里啊 怎么知道 耶稣安葬的日子快到了 怎么舍得 将他一生的继续 他的所有 在这么多人面前 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他懂得 先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耶稣的道 明白耶稣的心 贴近耶稣的心怀 知道耶稣基督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 如此地称赞他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从美国到中国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着福音 都要诉说 这女人 所做的 作为纪念 每次都在这里 我说主啊 我真想做玛利亚 我想做玛达的 这不在西谷我们非常忙碌的生活 很容易我们把次要的事情 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去做 忙得不可开交 忙碌不代表你有生产力 忙碌不代表你有影响力 乃至做对的事情 不可少的事情 做久了 就好像一颗小小的骨牌 能够带出来 极大无比的能力 能够成就 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 谁会想到 一个弱女子玛利亚 竟然能够被耶稣称赞到这种地步 你羡慕吗 你渴望吗 好不我们来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好好思想 什么是你今天 可以做的一件事 什么是你这个礼拜 可以做的一件事 不是说两件事 是几多的事 可以做的一件事 你知道当你做了以后 其他的事 都变得容易 或者不再需要了 而且这件事 你做 继续不断地做 做久了以后 它带出来的影响 可能就会影响时代 阿们 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求神的灵启示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你的一件事 什么是我的一件事 让我们用心去做 专心去做 那么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 所要做的事情 交给我们的主 自为宝贵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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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与你相逼 我将万事抛弃为了逃离 只为神接地主 能能相互于你 主求来领我 倾听我心意 得到基督要我的逃离 只为宝贝的主 只为宝贝的主 谁能与你相比 我将万事抛弃为了逃离 只为神接地主 单单相互于你 主求来领我 倾听你心意 得到基督要我的逃离 主求来领我 倾听你心意 得到基督要我的逃离 谢谢耶稣 谢谢圣灵 将那不可少的一件事 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 帮助我们重新立定心志 从今年开始 从这个星期开始 我们用心去做 装心去做 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做那你说不可少的一件事 帮助我们 谢谢我们的主 我们当中 如果你第一次来 未来教会很久 你从来没有决志 相信耶稣基督 你要知道耶稣非常的爱你 包括网络上的朋友们 他为了你来到这个时尚 三年半的时间 医病港鬼 传染天国的福音 最后被出卖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留出保险 为了要赦免你的罪 为了拯救你 脱离罪恶的捆绑 给你丰盛 而且永生的生命 因此今天早上 我邀请你 如果还没有做过这个决定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 也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决定 就是打开你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 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做你的救主 所以我祷告一句 如果你愿意的话 跟我一起祷告 想要讲大声 讲出来 你自己可以听得见 表示你这样 坚定的一个心智 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 朋友也是如此 在现在也是如此 预备好了吗 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八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 将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留出保险赦免我的罪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是给我永生得胜的生命 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欢迎接受你 进到我的生命 做我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 给我力量 让我每天都能够 敬拜你 跟随你 做那不可少的一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事 主 我一生要跟随你 要敬拜你 谢谢主 听我的祷告 祷告感谢 来自奉告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求 阿们 恭喜你做这个决定的话 你既是神家里了 是神的儿女了 甚至你全民做神的儿女 包括三件事你要做 首先到堂外去 或者在网路上 告诉我们 我们的同工说 既然你决志相信耶稣基督 回家至少告诉两个人 既然你做了个决定 欢迎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然后记得 找一本圣经 好好的读圣经 可以先从马可福音开始读 明白耶稣基督所做 还有所说的道理 然后第三件事情呢 每个礼拜 记得来到主的面前 坐在主的脚前 敬拜赞美主 听主的道 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主 为我们刚才 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 来感谢赞美你 把一个渴慕耶稣 渴慕主你画你的心 放在我们的心中 那么一神跟随你 一神敬拜你 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耶稣基督从荣耀中再来 阿们 阿们 耶稣基督从荣耀中再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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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